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得像一个大大的八字的人 看起来没有多少野心 对于名利不是很在意 自己的得失崇拜也并不太看重 一切都是讲究顺其自然 不喜欢去争取 对失去的也不太上心 总是一副很容易满足的样子 不过这种面向的人 人际关系很好 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人都愿意跟他们打交道 其实他们这种心态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所拥有的 因为他们总是能够很轻松的状态下就把一些事情给搞定 这可能是一种更高境界的能力 所以他们在事业上发展的也比较好 尤其是在中晚年以后更可以享受荣华富贵 三 法灵纹长过嘴角 法灵纹长得特别长 已经长到嘴角下面去了 甚至是涵盖住整个下巴的部分 这种面向的人 脾气性格都比较古怪 平常对人相处的不是很好 有时候会因为自己的脾气而得罪人 自己还不知道 这种面向的人有些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 常常忽视了别人的好以及一些优点 他们当中有更加过分的就是口车纷争 总是因为不会说话或者是脾气暴躁而嘴巴不咬人 说了一些伤害别人的话 所以他们平常呢 敌人多也不少 不过这种面向的人身体更好很好 是可以享受的 三 法灵纹伸长 法灵纹的养到线纹长得很深 很明显 而且还比较常会的体力充沛 老脑离国更是冷静 自得清晰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应到问题 都可以很保重地分析 并且做出最正确的判断以及解决方法 他们这种有条不紊的做事风格 很招人喜欢 也能够得到领导或者是上司的赞赏 这种面向的人大多在学业上都有所成就 他们好学 勤奋 喜欢专严 能够成为某一领域的领军人物 受到别人的尊敬 而且随着年龄越大 名利和财富也就会越积越多 一生荣华 四 法令纹有分叉 在面向学中 如果说法令纹有分叉的现象 那都被说成是金驴纹 所谓的金驴纹 当然就是富贵项了 说明此人具有雄才大略 是难能可贵的商业奇才 要么就是政治领袖不可夺得 有这样面向的人气度不凡 金驴强干 在生意场上还有一套 也很吃得开 同时他们又具有交际手腕 不管是金驴事业 还是从政 都是做的丰收水起 是别人眼中的精英版 很是让人羡慕 五 法令纹开阔 一个人的法令纹长得开阔 法令纹如中 则这样的人形式非常的有破裂 自己的财运会比较的旺盛 赚钱的门路比较强 心胸开阔 也会拥有社会责任感 而且这样的人也会精于社交 能够深刻的明白自己想要点什么 所以一般拥有这种面向的人 日子都不会太差 会得到贵人的点拨 注定能够成为大富大贵之人 二 比较苦命的法令纹面向 一 法令纹不明显 法令纹不是很明显 有的甚至都看不见那两条纹路 这是平民百姓的面向 没有多少过人的材质 也没有什么贵人运 平常做事只能靠自己 一点一点的往上爬 而且这种面向的人 没有多少追求 对自己的工作或者生活 也没有规划 更不会去设定什么目标 日子过得特别平淡 所以很难有机会升迁 他们平常做事都比较未斗 如果没有人在背后 推他们一把的话 将一辈子平平淡淡 二 法令纹有红纹 法令纹有红纹 也就是法令纹像是被刀划过一刀一样 但像学上的意思 就是财路被人拦腰斩断 表示这种人的亲朋好友不靠 凡事只有依靠自己 有此面向的人看重利益 为了自身的利益会变得不择手段 有时甚至是以伤害别人为代价 也在所需 所以他们的人际关系很差 遇到事情没有人便站出来 拥图他们 需要提醒一下 有时时刻注意自己身边的小人 因为树里太多 当你会站得不够 三 法令纹导线 一般来说 等到中年时期 法令纹会慢慢变得明显 如果一个人年纪轻轻时 法令纹看上去就非常明显的话 这种人比方出生的家境不是很好 所以需要在很早的时候 便进入到社会中去打拼 而且家中也不能给他们提供太多的帮助 凡事都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 所以早年时期比较的吵扰辛苦 而中年时期仍然没有法令纹的话 这种人一般前半生过得比较顺利 但守到中年时 难以获得太大的成功和社会地位 后半生过得教育艰难 四 法令纹短小 如果法令纹长得又短又小的话 这种人一般意志力不够坚定 做事缺乏坚持 喜欢半途而废 没有上进心和责任心 思想和心理方面也比较的幼稚 考虑事情不够成熟 做啥啥不成 注重安逸和享受 不懂得挣钱 就知道花钱 属于典型的败家本面相 不过这类人的唯一好处 就是肉体上或者精神上 都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以上 如果能落地努力 必可拓承运势 五 法令纹出现断裂 如果一个人的法令纹 从中间出现断裂 分为上下了断的话 这种人父母缘比较浅薄 从小就开始吃很多的苦头 经受很多的困难和挫折 慢慢被生活打击的自信心严重不足 意志力也比较薄弱 性格方面也会变得较为软弱 遇到困难就喜欢逃避和退缩 越来越没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 即使是自己白手起家去创业 也是磨难重重 想要获得成功 需要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努力才可 六 法令纹左右对称 不论是法令纹还是五官 在相学中都以左右对称为家 如果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 长有两侧对称的法令纹的话 这种人一般亲缘淡薄 父母双亲不能在事业方面给予他们帮助 事业方面难以获得成就 若是中年人的法令纹左右两顿对称的话 这种人一般工作很有热情和干劲 做事认真负责 工作能力出众 老年时事业和财力都能够更上一层楼 而法令纹如果两边长短不一样的话 这种人一生命是起伏比较大 事业和家庭不稳定 一生操劳风波 七 法令纹入口 在相学中 我们通常会把法令纹入口 称之为藏水入口 这种面相的人 平常会因为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 而陷入到交易之中 说话容易得罪人 人缘非常差 这种人几乎没有什么爱好 也不容易攻击 但什么事情都提不起精神 一生财力非常差 不努力的话吃不饱 也天生平常之相 而且法令纹不好止饿色 一般拥有这种面相的人 为人非常的小气蜜色 与人的相处时候也不能够包容 对自己的运势非常大的影响 命中如先 这些往人的生活也会非常的清新 因为有大病小病产生 所以一般拥有这种面相的人 身体不佳 尤其是脾胃虚 瘦元也不长 八 法令纹过窄 在相学中 若是法令纹的位置长得过窄 像嘴巴的位置靠近 则这样的人 社交能力不强 也不懂得变通 做事也没有魄力 从而导致 钱财运是比较差 财运也不强 在金钱方面也不好 所以这样的人 在事业上的格局会非常的小 也没有太好的个人发展 一辈子都会过得比较艰辛 九 法令纹比较淡 在面相学中 若是一个人的法令纹 长得非常的浅 看起来比较好像是没有一样 则这样的人 无论做什么样的事情 都会非常的自我 也不懂得约束自己 做事也没有主见 非常容易受到身边人的影响 自己的处事能力也不灵活 是事业上固于死板 个人的发展也不会是特别的好 只能是过苦日子 十 法令纹两边长短不一 这样的法令纹 一般代表父母的寿命不等长 一方过早去世 或者身体不好 事业上起步变化多 一生似乎都在为了家庭而奔波 工作也是一换再换 没法稳定下来 左边法令纹长 主业出色 右边法令纹长 副业出色 左边法令纹短 吸死身体前佳 右边法令纹短 情人事业无成 法令纹面相和运势相辅相成 如果形成不好的法令纹 可以通过除皱的方式 去除法令纹 使不利的运势远离自己 让自己的工作 生活 家庭 财运 都能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 因得身重的人 会有哪些守面相特征 我们常听说佛教 说什么前世今生 这辈子积德行善 下辈子就好过 而前世只要有积德 那么今世就会圆满 前世如果缺德 那么今世就会有报应 那么前世行善积德的人 今生会有哪些首相 面相特征呢 跟着小江之 一起来看看吧 一 前世行善积德的人 今生会有哪些首相特征 一 三丘饱满 三丘指的是 木星丘 丁星丘 火星丘 三丘饱满的首相的 财运是非常好 三丘越是饱满 那么证明自己 财库越是充足 财源也是不断 就像是招财手一样的存在 只要想赚的钱 那么就一定没有赚不到的 二 手掌厚实 手掌厚实的人 在婚姻上就是人生赢家 他们在感情上 不会遇见喳喳 可以说 一恋爱就遇见了 那个真心和自己 心爱的人 他们会很顺利的 走进婚姻殿堂 夫妻生活和谐幸福 子女各有各的成就 完全不需要他们去担心 三 手指有肉 这种人的身体是非常强壮 他们很少会有累的时候 不管是在什么时候 更能够保持活力 他们有足够的精神 却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上面 对待自己的家人 也非常的有爱 他们一生都会很顺利 没有什么太大的烦恼 就算有 不是什么大事 很快就会解决掉 四 掌闻清晰 掌闻清晰的人 为人单纯善良 就算别人对他们抱有恶意 也不会有意见 这种人虽然没有什么大富大贵 但也不会有什么挫折和磨难 一生都非常的简单 不需要为生活烦恼 五 事业线非常长 这种人在事业上面会一盏宏图 他们的事业运势很强 能够顺利完成自己手头上面的工作和计划 他们不仅能够做好自己的事情 还能够帮助自己身边的同事 不仅可以博得同事的好感 他们的实力也会得到领导的认可 在事业上也会越走越顺利 二 前世行善积德的人 今生会有哪些面向特征 一 印堂 印堂好命功 主一生隆枯 人如果做了亏心事 或者祖上师德 或者前世师德 会有一条选真文 这条选真文 上课父母下课妻儿 我有一个同事就有此选真文 真的是上课父母下课妻儿 这个课不一定是课死 大多都是给父母亲儿带来很多麻烦 即不幸 后来我教他放生 行善改过 月三年后 我发现他的旋真文转角了 他的旋真文本来是垂直的 后来变弯 转到一边去了 这就叫做旋真转角 转厄运为吉祥 他从前总是倒霉 父母亲儿四人总是轮流生病 他赚多少钱都不够给家人看病 生活上也总是百般不如意 可现在生活慢慢顺利顺心 开始从倒霉 转向如意了 二 眼下 眼下称为紫西宫 阴德宫 主要是表现一个人德行的地方 从小眼下都是平满的 有黄明之光的 世卫有素德 有仙谷 从小就有眼带 或者黑眼圈 或者眼带下线 是属于先天精气神不足 先天甚虚 所以想法上 说这种人紫西弱 不容易生孩子 所以这种要 情修静 清心寡欲 广积英德 终于都知道 眼下黑暗下陷 是严重的盛亏 善主精气 精气严重亏损 云和正道 精气饱满来源于 清心寡欲 故有道之士的眼下是平满 如隐隐卧残的 因为眼下大吉之色 是黄明之色 如残之色 故称隐隐卧残 广积英德 做了很多善事的人 眼下会有一重 或者二重 或者三重 细如此的细纹 此细纹 有光泽而优美 是明英德纹 若果善人行善 广于众生 眼下就会出现此纹 如果你常行善 眼下出现了英德纹 恭喜你 这是增幅严寿 此嫌孙贵之征兆 如果你常行不善之事 或者发不善之心 眼下就会发黑下陷 发黑下陷还是一般的 真正严重的是眼下 出现树纹 如针刺眼 此乃客子行孙之掌 三脖子光亮 人要长生不老 青春常住 脖子上的喉沦要打开 如果一个人喉沦打开后 不管是一百岁二百岁 脖子都是不显老的 四法令纹 法令纹也是表现 一个人德行的纹 此纹一般中年后才会出现 法令入口 名饿死相 有名藤舌入口 虽然法令入口不一定饿死 但最起码老来孤苦 此纹是随人的心态行为变的 行恶则入口 行善则可以把藤舌入口 变为贴口延长之下巴 这种法令成为寿代 如果你的长辈有这种法令入口纹 不要紧 反省忏悔 常行诛善 法令自然会延长过口 如果原先只有一条法令纹 后来行善改过后 在原先的法令上 像处之一样 又生出一条 名双龙出海 既受又富贵之征兆 乃善业福报 五 严寿毛相 如果一个人一生行善 不悔不疑 至晚年 眉尾会生出三五条 特长的眉毛 此眉名五彩眉 乃德高望重 延年益寿之征兆 又耳内生毛 乃高寿之急兆 又中年老人 头发从额头日月角 开始向后脱发 亦是急兆 如果中老年人 头头顶 百会数向前脱发 从里到外脱发 乃凶兆 德行欠缺之相 当止恶行善 转恶运为吉祥 三 福报耗尽后 面相会有哪些变化 命的构造 是以人的心性特点为主体 但是如果在生活中 过于放荡自我 则很快福报会消耗光 就算命再强 也会越来越难以如意 当人的相发生一定变化时 则代表福报将至 要立刻警醒起来 一 颧骨凸起无肉 如果发现自己 颧骨凸得比较厉害 而且脸上看起来 甘扁无肉的话 那么就是福报 消耗丸的一个特征 职场中不顺心的事 会变得特别多 没什么精力 每天都会出现一大堆烦心事 工作强度越来越大 但工资却是原地踏步 关键时候还会随着 能体会到巨大的压力 职场中身边中 会充斥着一堆小人 稍微不注意 就可能被对方抓住把柄 从而落井下石 二 眼神变得空洞无神 如果发现自己的眼睛 变得空洞无神 眼珠好像也没有之前 那么漆黑了 那肯定是福报 快要消耗完了 感情上会出现 一系列的危机 有对象的朋友 俩人之间矛盾重重 平常因为一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吵架 随时都有可能分手 而已婚的朋友 家庭生活更是糟糕透顶 夫妻俩感情淡薄 随时都在冷战 还极有可能被伴侣戴绿帽子 婚姻关系岌岌可危 三 嘴巴苍白无色 如果原本红润的嘴巴 变得愈发苍白 说明福报快要消耗殆尽了 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 财富会遭受致命的打击 赚钱会变得特别难 随时都有可能丢掉工作 正财收入非常不稳定 副业方面 即便消耗大量的时间 去经营各项事业 但获取的收益 却少得可怜 更为倒霉的是 花销会特别大 自身的购物欲望 难以克制 还会遇到很多 无法避免的意外状况 都需要金钱来打理 四 皮肤松弛 无光彩 如果发现皮肤状况 越来越差 肤质看起来黯淡无色 脸上的皱纹 也在不断地增加 则是福报 即将消耗完的表现 身体上会出现 一系列的问题和麻烦 几乎没有一天是浑身舒畅的 同时 意外流血事件的发生概率 也为大大增加 出门在外 很有可能发生车祸 外出旅游 也有可能遭遇紧急情况 另外 除了身体状况 不够乐观之外 精神状况 也会变得特别差 内心变得极为郁闷 不喜欢和外地交流 时间长了 甚至还会产生 抑郁症的情况 五 下巴 棱角分明 如果你之前的下巴 比较圆润 但在短时间内 下巴的棱角相当分明 给人十分尖锐的感觉 那么便是福报快要 消耗殆尽的表现 不管是自己还是身边的人 都会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 会明显感觉到运气 变得越来越差 比如说 下雨天走路的时候 会忽然晒焦 甚至直接出现骨折的情况 再比如说相恋多年的伴侣忽然变心 在背地里偷偷找别人等等 这些都要引起重视 虽然社会是科学的 但是还有很多科学都解释不了的问题存在 很多人把这些问题归咎于英国命运 很多人会害怕所谓的英国 害怕遭遇一些可怕的事情 但是要知道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只要你保持善良的心 多做好事 就算有因果也是好的因果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令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